五代时期 出了一位学父武车 才贯百家的淫者臣团 因其最善观星望弃向人 占卜异段吉凶精准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农夫墓术 以及三教九流 莫不敬之弱神 备礼拜访 有达官显幻请问绝路富贵的 有秀才同声询问能否金榜提名的 有行商作股请求发个立誓的 不一而足 至于立宅安坟嫁女娶媳 出门探问黄道吉日的 更是数不胜数 生性淡薄 一情山水 放浪行孩的臣团不胜厌烦 干脆办做道士 缘由四方去了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公元九二四年阳春的一个伯木 臣团来到行舟龙岗 只见青山裂平 绿水盈带 流暗花明 影歌艳舞 有为稀罕的事 众多泉水涌出地表 喷珠建玉 挥入碧悠悠清零零的池潭 夕阳携照 拨面荡起七彩连衣 不远处 一座巨宅背山面水 坐北朝南 围着的烽火墙高达九米 端地气势非凡 匾额尚书有四个烫金大字 柴市庄园 臣团不由惊呆 眼前眉景乃十八年前梦游之地 所缺者 歌舞仙子也 自安史之乱以来 国乌宁日 狼烟不断 贼兵所到之处 卢社俱为焦土 就连万国来朝 举是文明的大唐京师长安 也被丧心病狂的贼帅朱温拆毁 成了一堆废墟 此宅能躲过无数次劫难 成为苍天保佑 臣团驻足良久 不知不觉 金屋稀坠 玉兔东升 巨宅上空陡然冒出一片壮弱人形 蓬蓬不动的白色烟雾 臣团见状吃了一惊 这在天象中叫做湿气 湿气见 才其分野之下 明有流离丧亡之灾 思存道 沙托首领李存旭 去年功灭后梁称帝 国号大唐 年号同光 定都洛阳 登位不久 便宠信凌人 猜忌将领 贪财如命 看来国作不长 贵己 尸气渐消 宅院中莫得腾起一道时光 团团若概 武色斑斓 知诚龙文凤彩 灰映半空 臣团惊讶更甚 此天子弃也 缘何出现 莫非柴氏庄园先凶后级 决心亲去宅院看个究竟 已是悬疑 刚要挪步 顿觉腹肌四脚 头晕目眩 勉强走了几步 便一头栽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天风轻翘 月色淡荡 柴氏庄园庄主柴手里外出归家 远远看见有人向庄园走去 忽悠仆地不见 好生诧异 急急飞奔而来 慌忙抱入怀中 见臣团头戴轻不堂金 身穿鹤不道袍 妖戏黄涛 足灯盲血 知识游方道士 连声呼唤 道长道长醒醒 叫了半天 臣团仍双眸紧闭 毫无反应 柴手里无奈 背起便走 清晨 臣团被鸡鸣声惊醒 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矮榻上 身上盖着破背 一位年轻男子坐在侧旁打盹 忙挣扎下床 柴手里听到轻微的自知声 张目瞧见 屈前欣喜地说 道长醒了 谢天谢地 快坐下歇着 臣团见窗外透出光亮 分明天色一熟 错愕道 啊 天亮了 贫道怎会到此 丙道长 在下千晚从岳家探机归来 见道长晕倒入旁 想是鸡皮所致 背回道长 搬开牙关 灌一面汤 你可昏睡了整整两天两夜了 臣团忙举手致谢 贫道其手 多谢施主救命之恩 不用谢 请道长捎带 容在下被斋奉紧 叨扰了 烧请 柴手里用托盘端来 数张薄饼 一碗菜汤 至于鸡案说 请道长用斋 休闲减慢 哪里 施主客气了 臣团早就鸡肠碌碌 咬了一口饼子 只觉干脆无比 连吃待喝 须于庆尽 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巴 韩笑道 好个美味的面饼 比起御膳 一不遑多让 施主省下早饭摘了贫道 所谓就了田鸡饿了蛇 心肾不安 哪有此事 在下早就偏过了 柴手里确实把自己那份早餐 给了臣团 恐其歉就 急忙掩饰 岂只肚子不争气 竟然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羞得他面红耳赤 施主何必相瞒 尊父一路实情 臣团溃叹 米朱新贵 求生艰难 施主解衣推食 整密就坟 成乃人得君子也 道长夸奖了 粗力之时 何足挂齿 此地可是柴市庄园 施主可是柴庄主 敢问尊惠 贱明首里 道长何以知道 必装必性 贫道云游至此 贱贵庄外观极高大雄红 贫道醒来 所欺堂屋十分宽敞 过踏实名贵的紫檀木 并有罗电金弓镶嵌 被褥虽破 却是赎井无灵 若非是代 三英之族 忠明鼎石之家 哪有这等气派 可惜贵庄被洗劫多次 空空荡荡 吴父当年盛旷矣 柴手里听了 臣团一番讲解 打心眼里佩服 又观他神仪名秀 朗目书眉 称赞道长事事动明 人情炼达 在下敬佩之志 不瞒道长 在下乃大唐驸马 柴少后裔 祖辈俱为名幻 碧庄曾拥有良田万亩 房屋千间 殿农百户 只因屡遭兵险 财产荡尽 不娶兴散 锦于乌夫妇 若媚 幼子四人 亏对列祖列宗啊 柴手礼碑从中来 不禁若勒 臣团忙安慰道 施主修要伤感 能苟全幸运于乱世 已属万幸 是 忘了请教道长高姓雅号 仙乡何处 平道姓陈明团 自图难 道号扶妖子 博州真元 金河南路易县 人士 柴手礼听了 那头便败 原来仙师大驾光临 未曾恭迎 恕罪 恕罪 臣团忙搀扶道 施主快快请起 你我做下序话 遵命 柴手礼归坐 喜滋滋地说 久闻仙师通晓天机 有惊天伟帝之才 精通勘于之术 观象准确如神 修炼成半仙之体 今日拜悟先言 实乃三生有幸也 施主夸奖了 山野之人 何来半仙之体 平道行成万里 踏遍宴照 虽不乏高山大川 难得宝方明留秀账 平愁卧也 地脉身后 必出贵人 先师真乃慧眼时宝 行舟位于济南 太行山东路 土匪水美 物产丰饶 可惜在下家道消法 无从事尽 不善驾色 不通商贸 只得充当熟师 教授蒙同度日 生计困久 一天两时 半杂离祸 看来今生与富贵无缘已 施主宅心仁厚 乐善好施 将来必能腾达 为仇施主救命之恩 平道愿为宝圈相灭 哎呀 那感情好 请先师稍等片刻 柴手礼向孩子般欢呼雀跃 奔进内室 将契儿包妹带到堂前 一一介绍 先师 这是捉襟朱俊娥 这是舍妹凤仪 全子柴荣 臣团前后左右 仔细端详了柴家四口人的相貌后 顿路亚瑟 难难自语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鬼使匪夷所思 柴手李差问 先师怎么了 莫非我一家人的面相 古相不好 非也 施主全家的面相极佳 尤其令妹与令郎 孤侄竟然都是承汤古相 身长眉宽 全高不露 生如凤鸣 不履安泰 贵不可言 见到令妹 贫道不由想起十八年前做的梦来 恍惚间来到天青狭药 金楼玉雀的仙境 一群美貌仙女头戴凤冠 兼披妮配 素衣红裙 在仙乐声中边歌边舞 丽影偏仙 如锦水声波 青云幻彩 美妙绝伦 贫道看得如痴如醉 一时忘情 大声喝彩 美哉 秒哉 群仙停止歌舞 对贫道怒目而逝 灵舞的仙鹅走来 摘下一只盘桃 递给贫道说 如本卓智凡胎 居然能到仙境 可见仙缘不浅 回去前程修行 一个甲子后 无来度辱 说罢长袖一挥 贫道立足不稳 一个金斗从云端跌落 猛然惊觉 乃是一梦 另昧天资绝世 与那兽桃仙鹅一模一样 你们说其也不齐 柴手李夫妇连声道 大齐 大齐 因为今年恰好十八岁 不知日后福泽如何 福泽深远 令昧光艳照人 神采夺目 将来弊母一天下 令郎托赖姑母福音 立为皇嗣 成绩大宝 姑子二人诞生时 定有诸多锐照吧 众人闻言惊呆 柴手李抢一狂喜 点头道 仙师说得对 舍妹淡食 九语出情 天空出现彩虹 空中仙月嘹亮 彩凤翔舞 家父特启明凤仪 取凤凰来一之意 全子降生当日 雷霆大作 庄后龙刚有神龙飞天 故其辱名龙儿 单名龙字 臣团微笑道 凤仪龙儿 龙凤成祥 大吉大利 龙字更妙 好快木头 茂盛无散 若要长久 天中宝盖 柴氏夫妇和凤仪 聚心花怒放 柴戎二字都带木 木头茂盛 正和姓名 天中宝盖 而守字上面正是宝盖头 守住了富贵 必然长久 真是洪福齐天 臣团叮嘱 今晚看向所谈 乃天自第一号大秘密 千万不可外传 引来灭门之祸 切记 切记 柴凤仪说 先师请放心 各地藩镇野心勃勃 趁乱起事 妄图创建所谓的千秋大叶 霍剑号称帝 霍割剧称王 若知民间隐匿真龙 必然绝地三尺 斩尽杀绝 若泄密 岂非自寻死路 柴小姐看似透彻 女中豪杰也 臣团又对柴手里说 据贫道忘记 龙刚半年内必有奇灾 御石巨坟 施主不如带了宝卷 去外乡避难吧 柴手里哭丧着脸道 干戈四起 透道风生 钉状碧于锋刃 劳若尾于沟壑 许多地方鸡犬不闻 颗粒无收 百姓一子而食 息鼓而吹 在下虽贫困 地窖尚有尘凉 杂一野菜 也能支撑数年 若弃家逃命 不为冤魂 便为恶嫖也 臣团臣吟道 施主说得有理 平道化缘 十天半月难得一保 若非施主搭救 早已饿死 再说了 命之里微 常人岂能参透 不走也罢 闻听道家有碧谷 导引之术 先师必然修炼 怎么也要进食 臣团畅朗大笑 哈哈哈哈 施主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虽说碧谷极断谷 绝谷 不知五谷的意思 但碧谷的同时 要服食药饵 所以席练气功 如字磨字捏 伸缩筋骨 浮阳起坐 丹田呼吸等 换言之 碧谷并非不知五谷 那么简单 需要采药 服气等 战乱中 能容你 慢条斯理的养生修道吗 谢先师赐教 还有 苦尽甘来 匹吉泰来 不管遇到什么事 施主都要提得起 放得下 总有一天 令妹会当皇后 令郎能为至尊 臣团从袖中摸出一块玉佩 挂在柴蓉脖子上 说 君子如玉 这玉佩 捐有龙凤归临四种瑞兽 愿小公子日后当一位圣明天子 朱俊娥盲对四岁的柴蓉说 龙儿 快跪下拜谢神仙爷爷 柴蓉正欲下拜 臣团急忙拦道 使不得 使不得 贫道哪肖受得起天子跪拜 岂不要折煞贫道 众人欢笑 臣团却笑不出来 柴家四口韶秀有余 雍容不足 将来虽能执掌设计 却难想高寿 柴手里满脸志气 流年不利 朱俊娥瞎目原路 面斥如火 主其命短早丧 但他不忍点破 只好报喜不报忧了 自从李存旭定都洛阳后 不时有藩帅 节度使 刺使上表归降 君臣大悦 战事稀少 风调雨顺 花枝单紧 卖铺绿荫 百姓见庄稼长势喜人 生平有望 欣慰一长 手里一家也把优惧情怀放开 只要兵戈停息 重振家业族裔 至于什么凤衣将来当皇后 柴戎当皇帝的白日梦 不做也罢 倘若那时 是英明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 作为国家领导人 求贤若可 历经图治 华夏的大一统完全可以实现 可惜坐在龙椅上的 是恶棍家白痴李存旭 这个自幼酷爱戏曲歌舞 不懂国际民生为和物的昏君 把已经饱受战祸蹂躏的中原人民 再一次推向雪与火的深渊 存续半生戎马孔总 无法从事娱乐活动 当上皇帝后 压抑已久的欲望如火山般爆发 把国家大势抛在九霄云外 整天与演员月公私混在一起 自取一名李天下 经常粉末登场 过足了戏隐 敬畏森严的宫廷 成了灵人自由出入的乐园 社会地位极碑极见的幽灵 成了皇帝切磋艺术的师友 自然也就不分尊卑上下 不讲规矩法度了 有一次 存续登台演戏 叫了两声李天下 灵人紧进上前打了他几个耳光 人们吓得冷汗直冒 存续怒问 大胆奴惨 你因何打阵 紧进嬉皮笑脸的说 微臣怎敢冒犯天威 李李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 皇上叫了两声 还有一人是谁呢 存续听了阿谀奉承 顿时消了气 点头道 说得也是 倒是阵失言了 演出结束后 赏了紧进黄金白两 紧进长得鹰眼勾鼻 面白如指 食指鲜长 脚诈阴险 远为婚丧礼仪中的吹鼓手 一向出入豪门大户 读过几年私塾 锻炼的灵牙利齿 巧于应变 高来高就 低来低对 颇得存续欢欣 此番打了皇帝诱惑重赏 欲发狂妄 希望承若遥有 施公轻如草芥 食指清和之后 存续另锦尽是犹豫花园 恰好牡丹盛开 嗜者如日 白者如月 淡者如者 阴者如血 赵颖林池 刘霞成波 风飞蝶舞 吩咐习人 紧进提笔猛吸了几口香气 称赞好花 好花 已推天下无双雁 更占人间第一香 难怪花开时节动惊成呢 是啊 牡丹绚丽多姿 无愧花王 朕不由想起天宝年间的 兴庆池冬尘相亭 也是牡丹怒放 有红 紫 浅红 通白 李白用紫玉笔在金花间上 写就清平月三寿 玉语浓艳 字字芳心 果真是明花倾果两相欢 长得君王戴笑看 玄宗杨妃一对神仙伴侣 加上诗仙生花妙笔的宋杨 真乃千古运势 至今仍觉春风满指 花光满眼 玄宗拥有宫眷四万 而朕只有后妃五人 侍女百名 同为大唐天子 玄书何斥骁嚷 井进劝卫道 皇上不必惆怅 玄宗虽创开源圣事 也是天宝罪人 皇上神武盖世 用兵如神 建立新朝 皇后天子巧慧 容颜秀媚 蛇妙无歌 妖青楚武 财色不弱于杨玉环 皇上皇后年貌相当 堪称绝配 远胜那老夫少妻 皇上羡慕圣唐文采风流 本朝确实不如 那里白乃太白金星下凡 天纵其才 欲为折仙诗仙 放眼千年 能有几人与之比肩 若寻觅普通吟师作父 点缀生平 鲍戈圣朝的文人雅士 车在斗梁 至于工人稀缺 更加好办 山深出巨鸟 民间出美女 只需照选民女进宫 妻子王强 不难置野 存续大跃道 好好 朕马上就照遇天下 命个府 周 县 妙选十四岁以上 二十岁以下 未聘少女进宫 圣旨一下 民间大乱 凡有女未嫁的 无不惊慌失措 各地方官怎敢违抗圣命 立即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 令百姓挨家承报被选 若有隐匿 罪作邻里 人们生怕骨肉分离 招说牧城 草草婚配 那些周县官员忙得屁滚尿流 也找不到所谓的美女 只好把一些上能看得上眼的少女烂鱼冲树 送往京都洛阳交差 某日下午 宫中戏楼一角 岳工们调弦是音 作演出前的准备 颇具演绎天赋的存续非常敬业 拒绝宦官事后 自己对着铜镜化妆勾脸 就在他准备停荡 将要上场时 幽灵郭从谦匆匆来报 启禀皇上 疏密使郭从涛大人求见 说戏丹又大举入侵了 存续不耐烦的 叫他殿外等候 待朕演完戏再说 遵旨 郭从谦兴性性退出 太监向炎寺来了 刚开口 启禀皇上 就被存续粗暴地打断 怎么 你又来拜姓 皇上 三百名女已到宫中 请皇上临轩亲选 是吗 朕这就去 前面带路 遵旨 作为导演和艺术总监的警进 见主角离场 又不敢阻拦 略略一愣 忙屁颠儿屁颠儿追了过去 殿前空地上 占了三百名锦衣宫装少女 正在忐忑不安时 莫见几个太监 簇拥一个脸图幽彩的汉子 昂首阔步走来 不知是何许人也 据社区好奇的目光 向炎寺奸生奸气的高喊 皇上驾到 民女大礼参拜 经过调教培训的民女一起下跪 口呼 民女见驾 诸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存续也斜着两只雄眼 在民女脸上 胸前巡视 三百个少女只能算平头正脸 估计扔人堆里都找不到 更不要说让她怦然心动 平板的连乔第二眼的性质都没有 她从失望转为恼怒 仿佛有种上当受骗的羞辱感 鹤令内侍 将这批人全部发往各公院充议 遵旨 扫兴 存续扭头变走 井进幽灵般闪出 问 皇上还去演戏吗 不演了 没兴趣 皇上嫌这批民女姿色平平吧 怎么搞的 三百民女 无意输色 那些狗官瞎了眼睛 这种雍之俗粉也好意思尽献 还不如咱宫中的残香盛粉里 朕有时就听人说 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三千粉黛 八百娇鹅 朕为万民之主 难道不该温柔相中 安享风流艳福吗 气煞朕也 皇上春秋正负 要享艳福有的是机会 战乱已久 山河破碎 满目疮痍 百飞待举 跟那小义游藏万事 公司苍领风时的太平盛世没法比 就拿繁华盖世的洛阳来说吧 街上长满荒草 只剩下三五十户贫苦人家 局处于瓦利间 去城二十里外 寥寥兴屋 不及时余家 晝不见吹烟 也不见灯火 田园之荒凉 人丁之凋落 令人触目惊心 废话 既如此 你还唆使朕才选秀女 是何居心 赶来戏武镇吗 不不 皇上屈煞微臣了 臣虽知百姓丧亡已达十之八九 毕竟方圆百余万方公里 总能挑选出一些美女来时候皇上 既然选秀无用 臣还有绝招能罗治家人 管保把公愿填色的锦绣成形 启罗成对 讲 敢问皇上 皇后娘娘从何而来 是袁建峰将军抢了献给镇母后的 那时皇后方灵几何 也就五六岁吧 五六岁的小女娃就有人抢 十七八岁的俊俏大姑娘 还能幸免吗 你的意思是 普天之下 若非王土 率土之兵 若非王臣 那些将士能抢女人 皇上遵居万成 富有四海 为何抢不得 这主意不错 再说了 妃妾不过供皇上耳目之丸 不必太多清规戒律 妇女只要有艳色 管她未婚已婚 年幼年长 有时少妇比少女更具魅力 汉武帝之母王智进宫前 早已嫁给平民 还生了一个女儿 进宫后 颇得太子刘其宠幸 后来母依子贵 登上皇后宝座 景帝死 这个幸运的再教夫又成了皇太后 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 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 都不是黄花大闺女 两个皇帝哪怕乱伦 也要纳为妻妾 此番选美不尽如人意 有两大原因 一是只选处女 二是下了单诏 走漏风生 许多刁民赶紧嫁女儿 拉郎配 三杯淡酒就成亲 强美如同打仗 也要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成五年前在行州龙刚 见过一位柴小姐 方明凤姨 姿容靓丽 体态轻盈 不知是否已为人妇 还是行州刺史杨凤因为 敷衍色泽 为家认真临选 原来景进之母是朱俊娥的乳娘 景进与母亲曾到柴府做客 不能见到凤姨 存续问 凤姨娇容比皇后如何 微臣不敢唐突娘娘 恕你无罪 直言奏来 娘娘是人间绝色 凤姨是天台仙子 躺能入宫半价 皇上也能像玄宗那样 解释春风无限恨楼 看来凤姨姿色胜过皇后 爱卿说得对 强美如同打仗 打仗兵贵神速 还有 将是能抢女人 朕为何抢不得 朕爱江山 更爱美人 江山势力夺来 美人也要世事抢来 朕要渔猎天下美色 充实夜庭 景进听朕口谕 景进王贵 微臣在 朕封爱卿为散其尝试 兼领行舟次使 原行舟次使削直为民 波三千铁骑游卿统领 前往幽州 卫州 行舟 太原等地搜寻美人 若能觅得凤姨尽献 朕将以上驻国 济南节度势相仇 存续又解下配件 递给他道 这清平剑全坐上方剑 许你便一行事 先斩后奏 赐黄金千两 彩断百端 陈灵指谢恩 一定才选角色 佳人进攻 以为圣怀 好 朕等着金屋藏娇 先怨戚凤 紧记妖配上方剑 晕晕呼呼 仿佛腾云驾雾般 走出皇宫 抬眼希望 巨轮式的落日 在金红色的霞光中滚动 煞事壮观 平地一声雷 平三寸不烂之舌 忽悠的那个靠虎的凶猛 诗的威武 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诸脑皇帝龙颜大悦 风赏优厚 自己也从一介灵功 瞬间完成朝廷显贵的角色转换 从今天起 君权神兽的天子 已轮为我的提线木偶 我景晋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 一切都要服从我的意志 四日上午 景晋头戴金盔 身披铠甲 微风凛凛地骑着黄标马来到军营 早已在轿场列队功后的官兵 以骑施礼 参见景将军 景晋依然端坐马背 大咧咧地把双手一拱 道 诸位勉礼 那些将士出生入死 薛战多年 很少获得奖赏 而一个凌人无寸剑之功 蛊惑军心 昼灯贵险 第一次与辽鼠见面 便空关才出殡 目目中无人 竟连马都不下 一个个兜气坏了 按骂 呸 什么东西 不过是个牌油弄尘而已 只因巧言吝啬 内军祸宠 居然当上我们的长官 这事倒也太不公平了 紧尽三言良语把任务布置了 虽命部队出发 三千将士得此美差 喜出望外 有皇帝撑腰做背景 可以生杀与夺 任意妄为了 谁敢挡道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前番朝廷清点秀女 有女儿的家庭巨荒的走投无路 丧尽天良的府县立须 趁机所诈 豪门富户破产求免 穷家小户无钱贿赂拆官 眼睁睁看着爱女被人拉走 一个个呼天枪地 怨声再道 此番搜罗美女 已无规矩标准可言 年龄不限 婚否不限 名为选美 实为强美 军队不论贫富 挨家挨户搜补美貌女子 顺手掳掠财宝 地方官吓得连大器也不敢出 由于古人早婚早育 妇女年过三旬 风韵游存者不在少数 而所生之女也到了豆蔻含苞 谈婚论嫁之时 在这场浩劫中 竟有母女孤侄 轴莉姐妹一同被劫掠的 最惨的是许多恩爱夫妻 舍不得分离 如狼似虎的兽兵 便砍死丈夫 拖了妻子就走 有时搜到妇护家中 贱女眷虽无姿色 但年齿又弱 也不放过 轮奸后杀人灭口 又把财物抢掠一空 放火焚屋 至于男子建娇妻被掳 大哭一场自尽 真负猎女投河悬梁的 更不计其数 哀红遍野 惨不认闻 可谓人神共愤 旧吴代史庄宗记载 帝广采工人 不择良家伪相 带千余人 井金命部下将抢来的美女 约三千人 其中包括驻守 魏州将士的妻女 共一千多人 全部用牛车 载了运往洛阳 自己则轻率二百惊旗 一辆轻车 直铺行舟龙缸 到了柴市庄园 命人扣门 手里一家四口 天天提心吊胆 生怕祸从天降 手里说 先师劝咱们离乡逃亡 是我难舍祖业 近来官兵抢抢美女 穷凶极恶 百姓恨之入骨 说敌寇 契丹人 好像梳子 道匪好像毙子 官兵好像剃刀 恐怕咱家也在劫难逃 真该出走避难 凤一探道 哎 天下乌鸦一般黑 遇上昏君奸臣 逃到哪里都一样 认识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济必栽秧 俊娥说 宁为太平权 不畏离乱人 出门兵戈扰扰 风鹤平静 怎如家中安稳 要死 全家人也死在一处 手里瞪了妻子一眼 撑道 少说不吉利的话 忽然一阵急昼的马蹄声 由远而近传来 俊娥芒把柴绒摟在怀里 门外响起 砰砰砰的敲门声 手里慌道 你们快躲到屏风后面 我去开门看看 芒三步并坐两步 奔去开了门 剑树摆经其手执兵器 围了宅子 脑袋嗡的一下懵了 景静下马 对手里含笑做一道 阁下别来无恙 手里精一参半 回礼道 原来是景兄 久围了 景兄请进 景静回首命令随从 外面等候 走进大门 手里忙把门关上 引景静来到客厅 坐下后 小心翼翼地问 景兄光临必装 鹏必生辉 看样子 景兄已经飞黄腾达了 哈哈哈哈 阁下好眼力 佩服 佩服 实不相瞒 景某时来运转 深得天子宠幸 官拜散其尝试兼领行舟刺事 恭喜景大人 贺喜景大人 你我同喜 不知在下喜从何来 郡娥妹与柴小姐 燕鸣远拨 传入宫廷 皇上亲献美色 已背下藏娇金屋 欺奉仙院 阁下贵为国舅 岂非大喜特喜吗 虽然景静款款而言 手里却似霹雳震顶 险些晕厥 颤声道 景大人说笑了 您是郡娥乃兄 郡娥出嫁 还是您送的心 如今已有四岁孩儿 如何侍奉圣嫁 舍妹依许人家 恕难从命 景静脸色一沉 正因为我与郡娥同吃一亩之乳 格外观照 外面的官兵你也看见了 挨门搜人 随达官贵患义不免 若敢抗旨 准许仙斩后奏 手里响起陈团所说 凤仪有后妃之福 进宫恰是机会 而郡娥是我爱妻 万万不可分离 便开言道 在下怎敢抗旨 舍妹可以献出 郡娥与我视同生死 望大人垂帘周全 废话少讲 快请出姑嫂俩吧 郡娥凤仪只好从屏风后走出了 双双下拜 景静盲说 自家人何必多礼 二位快快请起 郡娥气道 皇上玄美 闹得废法迎天 没想到小妹虽是已婚妇人 也会离祸 静歌手握重拳 十乃万千之戏 你我情同手足 还望看在如母面上 饶小妹一命 来日结草结还 以报大恩 贤妹说话好没道理 俞兄奉旨迎你进宫 享受荣华富贵 天大的美事 又不是去送祠 怎说饶命 听了实在令人不爽 小妹卓于言辞 兄长不必介意 但拨命人不求富贵 只求骨肉团聚 凤仪也要求道 景大人奉旨行事 本不该为命 由到王法本乎人情 但存方寸地 留以子孙庚 您就饶了家嫂吧 景静副手夺步 黑然无语 他虽见为幽灵 却见多识广 凤仪所云即是 王法本乎人情 让一个母亲与四岁小儿生离 还不如杀了他 举头三尺有神明 自己不该做得太绝 对方毕竟是自己的奶妹 当他看到客厅凋梁画动 威鹅争容 心中忽悠一动 百年俱足 必然教藏丰富 我何不夺宅见次 砖瓦木料正好就地取材 原来 五代十国时佛教极为盛行 百姓苦女杀掠狗脸 多剃度为僧 逃避父义 士族官宦为了寻求解脱 乐观满赢者为了赎罪 帝王将相为了来世的富贵 兜礼僧拜佛 皇后刘玉娘亦虔诚敬佛 赏赐僧尼无算 我现在一人之下 挂人之上 谁能管得了我 对了 就这么办 建一座祈福寺 祈求天赐好运 此地名龙刚 我的生肖属龙 佛又有缘人 或许我也能开国照姬 称姑道寡呢 耳畔听得俊娥低声啜气 颇不耐烦 正要发作 见他逃塞垂类 梨花带雨 不由地勾起昔日情怀 两人轻眉竹马 只因身份悬殊 如母之子怎匹配千金小姐 自己虽万分爱慕 但一亲方则而不可得 如今自己高官得做 骏马得骑 他不过是个土财柱的妻子 有甚了不起 何不另其事情 以偿夙愿 待我威严动吓 逼他就犯 正在斟酌如何开口时 小柴蓉蹦蹦跳跳地奔来了 见母亲流泪 叫道 娘 娘为什么哭了 而啊 俊娥一把搂住儿子 大放悲声 井进从俊娥怀中 抢过柴蓉 亲着他的小脸蛋 呵呵呵 是闲声吧 手里盲说 龙儿 快快叫舅舅 舅舅 好外甥 井进抚摸着柴蓉的脑袋 宁笑道 好乖巧的娃娃 真是人见人爱 可惜生鱼乱世 招不保兮啊 众人文言 又是心中毅力 俊娥用衣袖把眼泪抹掉 扑得贵倒在井进面前 静哥 母子连心 求您开恩 饶了我一家吧 井进一把将他拉起 道 哎呀 你怎么又来了 快起来 又皱起眉头做沉思状 办法吗 倒也是有的 就怕你们不肯 手里盲说 有何办法快快请讲 柴小姐必须进宫为妃 不得推脱 可以 皇后度心最重 怎容了财貌双绝的柴小姐 伺候君策 但皇后遵崇佛教 贵庄占地广阔 虚舍宅为寺 以凭皇后度火 俊娥急道 这怎么行 现出宅院 我们住哪儿 井进奸笑一声 别着急嘛 小姐奉旨入宫 必得专宠 井某赠你们洛阳一处住宅 独门独户 家具仆妇俱全 手里叹息 爱 只要保住家人 不封餐露宿 情愿舍弃宅院 还有 井某与俊娥妹分别多年 要与他彻夜长谈 手里胸中木火腾的燃起 指着井进大骂 你这个白脸狼笑面虎 欺人太甚 既做巫婆又做鬼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给我滚 混蛋 你竟敢辱骂本官 活腻了不成 井进满脸杀气 拔剑咆哮 本官有钦刺上方剑 若有不敬者 以为赵论处 一脚将柴戎踢翻 先拿小杂种寄件 举剑做事要砍 小柴戎吓得尿湿了裤子 哇哇大哭 众人害呆 手里哪里还敢滋生 俊娥把柴戎抢到怀里 对井进哭道 有话好说 你不要吓坏我儿 方才我已经说过了 只要你从了我 一切都好商量 我一你就是 这就对了吗 井进将剑入鞘 银笑道 想当初调年伴侣 今日笑于非之乐 也算一段佳话 又对手里说 既然你们识时务 通达便 我也不难为你们 你们赶紧收拾细软行李 能带的都可以带上 明天一早奔赴洛阳 说吧 这个衣冠禽兽抓过柴戎 推向手里 红道 宝宝乖 跟你爹玩吧 舅舅要和你娘谈心呢 拦腰抱起俊娥 转到屏风后去了 柴戎瞪大乌溜溜的黑眼珠 问道 爹 妈妈是大人 舅舅怎么抱妈妈呢 爹从来只抱龙儿 不抱妈妈 手里恶狠狠地吼道 滚 把儿子一嗓 柴戎跌倒 咧嘴大哭 凤仪盲抱起侄儿 埋怨 哥哥 你冲龙儿发什么火 他才多大的人儿 又懂什么 可别吓着他 兄妹俩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羞愤和凄苦 同时大放悲声 红霄让钟 井进庸娇欢愉 在愉快的疲劳后 井进抚摸着 俊娇消愉般的柔肩 兴奋地说 谢谢贤妹 治愈了我多年的相思病 俊娇心中充满了屈辱感 没接她的话茬 紧紧仔细端详俊娇 赞美道 贤妹果真俊丽如长鹅临凡 鱼兄喜欢你 不满足片刻之欢 愿与妹妹白头偕老 恩爱百年 俊娇一听就急了 说这不行 小妹就是怕进宫 方甘枕席之辱 如今剑驱已为兄长所得 就该信守诺言 如何又得寸进尺 若再灵逼 小妹定已警邪见人 哎呀 你们女人动辄便寻死觅活的 毫不扫兴 强扭得瓜不甜 等你想通了 俊兄名为正取 立你为夫人 至于柴手里吗 他也可以另娶家人吗 岂非两全其美 俊娇不再理他 紧静说 你休息一会儿 我有事去去就来 出门去了 俊娇等他走后 找到手里 流泪道 官人 对不起 没想到衣裳一抹 玷污了清白 我哪有脸见人啊 手里劝卫道 你别自责了 为了保护龙儿 尸身奸命 实属无奈 只要咱一家团员 我绝不会因此而歧视你 你仍然是我的爱妻 在我的心目中 你永远欲结冰青 俊娥痛哭 他 他 他还要 凤一交集的 那奸贼又要求你什么了 他说 他不满足片刻之欢 要明媚正取 立于嫂为夫人 手里怒不可遏 狗贼如此欺人 我与他拼了 俊娥忙拉住他道 修得鲁莽 你跟他拼 你卵击实 不是白白送死吗 又对凤仪跪下道 与嫂有一事相托 请一妹答应 凤仪急忙跪地相晚 嫂嫂有话请讲 快起来吧 妇人从一而终 哪有夫子俱在 别去嫁人的道理 那死奸狠 咱平头百姓如何斗得过他 有冤无处诉 有恨无处消 我已吞金 少时必死 求贤妹念在姑嫂一场的情分上 多多照看龙儿 帮助你哥哥养育他长大成人 于嫂九泉之下 一感大德 兄妹俩听了 太叫 什么 你吞金了 你干嘛如此想不开啊 这可怎么办呢 俊娥颤抖着抱起柴绒 在他脸上身上吻个不停 哭叫 龙儿 可怜的龙儿 小小年纪就没了娘 娘死不瞑目啊 双手一松 倒在地上 香消欲允了 娘子 嫂嫂 兄妹俩拼命摇晃俊娥 俊娥脸上挂着泪珠 双眼仍在瞪视 身体慢慢变冷 一家三口直哭的昏天黑地 泪哭长断 井进单人毒计 来到行舟府衙 刺齿闻报 不敢怠慢 公公静静迎入后堂 井进隐瞒了刺持一被革职的真相 命他明天一早 组织人手去柴家庄园 拆房剑刺 刺齿盲不迭地答应了 井进回庄 剑俊娥自尽身亡 也觉惨然 俯师痛哭一场 手里见到银贼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挂 食肉寝蹄 因为要让柴龙活下去 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拔血海深仇埋在心底 四日清晨 手里曹操也埋了妻子 于凤仪柴戎登上马车 骑兵押送 及时落阳 他们前脚刚走 刺持带领差役 工匠后脚也就赶到了 一声令下 工匠马上动手爬房拆屋 刺持本事贪工 正好借修建佛寺之机 向百姓要钱 要物 要木料 敲诈勒索 诈取民财 中饱私囊 并限期交起 如抗拒不交 以抗旨论罪 乡民突然接到船铁 顿时舆论大话 沸沸扬扬 封建王朝向来便有灭门刺事 破家县令一说 上交钱物的日期已过 狗官建无人交钱交物 就命差役率领一伙 打手横行相礼 建屋就扒 建树就砍 将木料房价强行扛走 百姓苦苦哀求 竟然遭到拳打脚踢 批家带锁 他们告状无门 只好抛弃家园 扶老邪幼 逃往他乡 验证了民有流离丧亡之灾的天下 三千多名女陆续进攻 苏质果然高于上次所选秀女 不乏七桃赛性的历书 存续左拥右抱 演戏也没往常那样起今儿了 一天 存续正和心宠的美人调笑 宦官来报 说出密使郭崇涛求见 存续来到变殿 见了郭崇涛 问 贤卿为了何事见证 听说灵官抢了将士七女一千多人 已冲夜庭 可有此事 有啊 那又怎样 朕为天下之主 可以占有天下美女 能侍奉天子 是他们的福分 哎呀 皇上此言差矣 皇上能安坐宝座 全靠将士效忠 什么人都能得罪 唯独不能得罪军人 军心不稳 江山难稳 乱世中将帅只要拥有一支军队 便能建立一个国家 居安思危 皇上圣见 存续悚然吃惊道 贤卿的劝谏引起朕的警觉 一旦获起萧强 悔之婉矣 传朕口谕 凡将士妻女 一律赏银百两 断食匹 闭还起家 郭崇涛谢恩而出 那些将士迎回妻女 虽一场虚惊 仍对存续贤恨不已 不日 凤仪入宫 见了存续 慌忙轻折先腰 俯伏在地 口吐应生 见借柴凤仪叩见皇上 恭请皇上圣安 平身 存续边说边亲手扶起 仔细一看 果然风姿绝带 肌肤迎雪 云记堆压 粉颊晕霞 顾叛神飞 喜得骨髓里发痒 笑道 爱卿真天人也 人说艳照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其实 艳照自古也多美女佳人啊 陛下过誉 臣妾愧不敢当 你今年青春几何 可曾读书 启奏皇上 妾今年十八岁了 四岁开盟 五岁送六甲 十岁官百家 哇 好一个大才女 足以媲美文姬 班招 上官婉儿 薛涛 苍天赐阵贤内助 设计有幸也 阵侧封你为子 成功成非 所有服侍待遇 亚皇后一等 闲时帮阵批阅建议奏章 奉仪对自己的财貌 深具信心 入宫得宠 受封毫无疑问 但一见面便被皇上封为臣妃 还是惊喜交病 这臣妃可是武则天登上后卫前 所可求的封号 为次在贵妃 淑妃 德妃 贤妃之上 遭到当朝宰相的坚决反对 而未得逞 臣 自古用以表达代表天子的事物 真想不到 一代女霄谋得了皇位 却没得到的臣妃称号 经被自己唾手而得 这是良好的开端 看来母仪天下大有指望 于是连忙跪下 娇滴滴应道 臣妾尊之 谢主隆恩 快起来吧 存续一把拉弃凤仪 搂进怀里 在她的乡夜上连连轻吻 笑道 今天朕推高兴 待会儿粉末登场 请爱妃看朕演戏 奉一剑存续举止轻狂 疯疯癫癫 疏无人君之度 心甚笔薄 嘴上却奉承 臣妾不用看 便知皇上绝技惊人 圣上多才多艺 擅长音乐 歌舞 排忧之戏 像唐玄宗一样 也可成为黎原祖师爷了 呵呵呵 爱妃真可人也 说话极是中听 其实 论阵的工业策略 远逊于玄宗 陛下何必妄自菲薄 玄宗继位时 大唐已建立百年 比不过赖先帝 蓄于德为天子 陛下乃是马征力战的江山 玄宗拿礼彼得 爱妃薄骨通金 灵心惠性 齿香蛇印 应答甚巧 令震爱煞 今天戏就不演了 来日再请爱妃见上 朕与你去紫城宫 饮酒谈心去 存续武将出身 自然有把好力气 双手将凤仪拦腰一抱 不行数百米 来到紫城宫 宫碧内室结架 存续道 白酒事后 左右连忙排上宴来 存续不放凤仪离怀 让他坐在膝上 贴脸同饮 带酒喝到薰酣之际 双双解衣 同游乌山 云雨已毙 存续并未食言 果然风景尽为上驻国 济南节度时 一介幽灵 俨然成了封疆大力 早有工人将此时报告了皇后刘玉娘 昏君越来越荒唐了 居然白昼轩淫 哪来的妖狐 竟敢魅惑军心 乱我宫中雅化 玉娘气得破口大骂 摔杯派桌 恨不得立刻赶王子成功 将那妖妃活活打死 转念又想 收拾人须从容策划 待我想调妙计 拔出眼中钉 肉中刺 皇上亦无奈我何 按照宫规 妃妾每天早晨要前往昭阳宫 给皇后请安 凤仪自然也不例外 当她从宫女嘴里知道皇后的所作所为后 不由倒吸了几口凉气 芳心雷鼓式地敲个不停 玉娘六岁时做了存续母曹夫人的士逼 长大后成了存续第三房妻子 此人娇悍刁破 勾结大臣 耍弄心术手腕 于此立为皇后 未得专房之处 屡屡设置障碍 阻止存续接触机械 有个妃嫔已生下皇子 也被她逼着存续赐给大臣 当以衣补为业的父亲刘奎 前来探望女儿时 她竟昧着良心 说自己生父已死 此为假冒者 命随从鞭吃摆下 逐出宫门 存续召来儿子祭吉 身穿破衣 背负药囊 来到皇后寝宫 高呼 刘衙推访女来了 扮演刘奎寻女一幕 因五代称衣补者围衙推 玉娘见丈夫 竟以演戏来嘲弄自己 恼羞成怒 抓起扶尘追打儿子 逗得存续哈哈大笑 一个连亲生父亲 都忍心殴辱的恶父 对待情敌的态度 可想而知了 凤仪聪明绝顶 为了不触怒霸道善度的皇后 决心韬光养晦 低调做人 于是摒弃脂粉 穿戴朴素 前去拜夜皇后 朝阳宫礼 玉娘盛气以待 她要看看这个 能在一千多个美女中 出类拔萃的油物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凤仪躬身细部而来 以示卑微 见了玉娘 低头下跪道 臣妾柴氏拜见皇后娘娘 祝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快起来吧 自家姐妹 何必多礼 赐座 凤仪谢恩 举举数数地坐下了 玉娘目光灼灼 上下打量有请 皮笑肉不笑地说 臣妃名门书至 貌美才高 决意于众 皇上一见倾心 诸玉在侧 本宫真是自残行贿啊 凤仪听的这番话 度身语句 王贵福道 臣妾不胜惶恐 一切仰仗皇后硬必包容 玉娘痴痴笑道 本宫戏言 臣妃何必当真 坐下叙话 两人东拉西扯聊了一阵耳 凤仪如坐针毡 恨不得即刻逃离 玉娘吩咐设宴 不一会儿 宫女变花簇簇 紧团团的 摆上数十道美味佳肴 凤仪立刻起身告辞 玉娘笑而晚道 今日排宴为臣妃接风 修复了本宫美意 凤仪连称不敢 只得坐下 玉娘把手一挥 众人退出 她亲自把斩 蒸了半杯红艳艳 相复复的果酒 说 这是于田酿的子酒 也就是红葡萄酒 请臣妃品尝 说罢地去 臣妃请 请皇后恕罪 臣妾一向滴酒不沾 玉娘冷笑道 臣妃太小心了 是怕酒中有毒吧 一口饮尽 随即说道 你看 没事吧 凤仪羞的面红耳赤 王说 皇后羞要见怪 臣妾实不善饮 哎呀 这种蜂蜜式的甜酒 喝上十杯也不会醉 你尝尝 玉娘又争了满满一杯地去 凤仪不得不接过酒 喝个干净 果然肝方异常 堪称玉叶穷江 怎么样 本宫没说错吧 来来来 好事成双 再饮一杯 玉娘明确暗逼 又催着凤仪连饮数杯 凤仪只觉腹痛难忍 杨高道 臣妾不胜酒量 就此谢恩辞乱了 玉娘假惺惺的 几杯甜酒就能醉倒 臣妃的量也太窄了 凤仪回宫后 倒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 她明白 自己被那毒妇 硬灌了一种名叫吸鸡丸 含有赤香成分的药酒 对生殖机能有强烈伤害 玉娘饮第一杯时 量少 咬完尚未融化 顾饮了无妨 而自己喝了整整一壶的酒 难逃厄运了 不过 吸鸡丸有很好的美容功能 据说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和包妹 常用吸鸡丸塞肚其中 顾美冠汉宫 并列第一 她恨 恨昏君宁臣逼死了 亲如姐妹的嫂子俊娥 强占了祖业房产 她更恨伤天害理的妖后 杀人于无形 树杯药酒 虽未娶她性命 但夺去了她终生当母亲的权利 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亲骨肉了 她咬牙切齿 垂心气血 双目射出灵力的寒光 她要等待机会 推波助澜 把那对狗夫妻强加给自己的灾难 加倍奉还 让他们国破家亡 不得善终 着一天之剑 弯落月之功 昆仑赤膝可倒 宇宙一息增雄 和汉为之雀流 穿越未知生风 羽毛阳兮九天降 烈火燃兮千山红 存续披金当风 大声吟诵 音调铿锵 豪情激荡 陛下吟的是李太白的大猎父吧 凤仪姗姗走来 谈口含笑 爱妃听出来了 这大猎父气势宏伟 格调轻易 圣唐诗仙的比例 台山倒海 斗方明示只能望阳兴探 皇上评论惊荡 男儿嘛 就该有英雄骨 阳刚气 皇上贵为天子 气壮山河 万类厅任调遣 圣游令管燕之边 燕月照师伯调弦 作师命百斧严没 精彩 精彩 存续扶长大笑 哈哈哈哈 爱妃诗乃女中尧顺 才华盖世 压倒须眉 一番话真说到震心砍上了 震出身降门 急喜游猎 林官内侍都说整天禁锢在宫中 把人给憋死了 恳求朕带他们外出田烈散心啊 可是郭崇涛等一般功臣速将竭力反对 劝朕要体恤民间 不要荒诞好游 朕不能不尊重这些老臣啊 郭大人关心民没 设计之臣也 劝见自有道理 依臣妾看来 只要不显为民意 不荒弃正事 尺码射箭 非但无害 而且有意 请到七祥 圣人云 登山则人 关水则智 田烈药骑射奔驰 王大理说 能演习军事 加强武备 保国安民 威慑邻邦 王小理说 能活动身受 强健筋骨 愉悦精神 驱除疾病 可惜臣妾是个女子 若是男子 一定投笔从容 功名指向马上去 真是堂堂一丈夫 说得好 朕明天便率众外出游猎 陛下圣明 爱妃回宫收拾行装 明臣随嫁出游 皇上恕罪 臣妾身体孱弱 不能试驾 凤仪缓缓跪地 额袋欺然 泪珠迎结 哎呀 快起来 你这是做甚呀 存续忙将凤仪搂入怀里 用手替他抹去眼泪 官存的 爱妃玉体娇弱 不能骑马 朕也是知道的 指印爱的你厉害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既如此 爱妃在宫中安心调养 带朕回京再聚吧 此去田列 少个可疑的人儿陪伴 成为汉士 皇上何不令皇后同行 皇后伸手矫健 半军左右 还能当个女侍卫呢 存续淡然一笑 好吧 酒依爱妃 凤仪自饮要酒后 欲增娇俏 饮得存续神魂颠倒 但精血不调 疾病缠身 每当存续要在紫城宫过夜 她不是托吉将存续 连网玉娘处 便是别令美人士气 皇后见她之去千亿 便憎恨日简 一粒相待 那些有幸得到皇上恩宠的妃嫔 对她感激不尽 为得君王与路的 希望她大发慈悲 提供皇上临幸的机会 几乎所有宫眷居巴结她 凤仪在宫中人员起家 左右逢源 上下交口称赞 四日上午 一支由皇帝 皇后 灵人 宦官组成的狩猎队伍 在一万多将士护卫下 浩浩荡荡出洛阳 月一雀 来到看见山安营扎站 此番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理应在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但昏君妖后随心所欲 根本就不会顾及随从的衣食住行 隆冬季节 深山旷野格外寒冷 除了皇帝后妃 亲王 宰府 亲信灵患胡求雕貌 山珍海卫外 一万多将士单一乏食 沿途便抢劫民一民食 拆毁民房焚火欲寒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 饿兵抢不到食物 竟将妇孺杀了烤食冲击 百姓饿死洞毙被害者不知其数 如此血腥暴行 另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 贵请存续还都 存续夫妇困在冰天雪地中 捕获甚少 也觉乏味 碎灰溜溜地返回洛阳 存续冬季狩猎未能尽兴 耐着性子等到次年春夏之交 又帅一万多人出宫游猎了 六月到了位于洛阳开封之间的中墓县 此时天宫作美 下了几场豪雨 一望无际的麦苗绿浪翻滚 存续官之大喜 一声令下 竟把良田当作猎场 一万多骑士前池后奔 江河苗践踏成泥 农民见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庄稼 惨避遭破坏 远远占着流泪 随时的中墓县令 实在看不下去了 勇敢地走上前 拉住存续的马将 气道 请皇上开恩 不要再糟蹋百姓的庄稼了 您是万民之主 责任心断绝子民的生路呢 快请霸裂吧 存续大怒 再马上一脚将他踹倒 咆哮道 来人 快把这狗官拉下去砍了 侍卫上前揪住便走 林公静心魔喝道 且慢 众人止步 静心魔将中墓令推到存续马前 指着他数落 你啊你 虽然是个维护百姓的好父母官 却不是个好奴才 你难道不知咱们皇上好甜脸吗 你扫了皇上的游信 妨碍大家驰骋 该杀 该杀 按住脖子 道 请皇上斩首 存续自觉无趣 把手一挥 将他放了 挥营 千年后 人们对这位不畏强权 为民请命的县令尤存敬意 而林官致见暴君停止作恶 也永久地留在了史书上 皇帝娇奢放荡 荒淫无耻 若有几位裁干超群的宰相剑兔顾全 补偏就必 尚可苟言惨喘 但后唐宰相群中 大多是殷勋守旧的庸才 逢道为人精明犹华 御是魔棱两可 典型的不善谋国 而善谋身 斗鲁阁出身名门 素无学问 不以尽贤那能为物 为是修炼 有次服用单杀过度 偶血数日 幸而未死 卢成也出身妄族 贬遣无才 性今门第 喜搬弄是非 人皆彼之 福存审是个指之冲杀 并无谋略的武夫 唯有郭崇涛出将入相 聚精士雄才 且刚正不恶 为官清廉 在乌浊的朝堂上 显得格格不入 孤掌难鸣 后唐的财政管理 名义上承袭唐朝旧制 但负义之凡 远胜唐朝 存续接受灵患建议 仓库实施内外辅制 周县上供者入外辅 冲国家经费 方任供者入内辅 冲皇室之用 刘玉娘是后唐最大的贪贼 樊周县方任供纳之物 先入后宫 再交纳辅库 租庸时孔谦为了取媚皇后 将朝廷锁定租赴家被征收 什么正税改辙正税附加 正税之外加征 田赴玉戒 名目繁多 不能详述 群臣和四方翻阵 为保身家官位 争以财宝贿赂赂皇后和灵人宦官 致使外府须节无余 内府财务山姬 郭崇涛为财政危机日益深重 而忧心如焚 憎恨灵人宦官搜刮民之民膏 央害百姓 多次上奏 请求开科取势 割除所有在朝中任职的灵患 引起以玉娘 井进为首的灵患集团的刻骨仇恨 伺机报复 同光四年正月初六 蛇蟹心肠的玉娘瞒着存续 伙同宦官向炎寺 以皇后赤令诛杀了赶犯龙岩 铁骨蒸蒸 仅用七十天便灭了前属 再次为国家建立丰功伟绩的洞梁之臣郭崇涛 郭冤死后 灵患集团崖子必报 趁机残害中梁 玉娘何景进又向存续污制 大将诸有千为郭氏逆党 满门抄斩 诸连而死者达一千余人 功臣速将心寒迟冷 人人自危 愤愤不平 连年灾荒 百姓颠沛流离 官府虽节则而愚 仍无所获 国库既拿不出财务赈灾 也无钱劳君 士族动呐 父母妻儿只得在郊外挖掘野菜度日 饿死田笼间又不知反己 而皇室和灵患更骄横跋扈 欺压群臣 仇事将帅 整个后堂境内民怨沸腾 明哲宝身的冯道 剑王国之祸迫在眉睫 也坐不住了 跟斗卢阁 卢城商量后 联名上本 奏章云 兵游在野 名位西奸 吉父繁征 财丹利溃 金序之责 归备于疲累 仇叹之声 锦盈于道路 臣等貌似恳请圣上开恩 先借用宫中金国赐将士养家就死 代国库充足后 如数归还 存续越过奏折 立即来到昭阳宫 见了玉娘 把宰相的建议说了 希望皇后以大局为重 借出私财 缓解燃眉之急 玉娘顿时拉下脸来 撅嘴发牢骚 这般庸官 治国无能 脸才有道 竟打起后宫的主意来了 臣妾不管 存续火了 指着他赤道 天下都是咱夫妇的 你休要不吃大体 因为当手财奴 皮脂不存 毛奖燕妇 宰相上奏并无不妥之处 等年景好了 镇家被奉还 你信不过别人 难道还信不过镇吗 好吧 请圣上和宰相偏殿等候 臣妾这就派人送去财物 玉娘把存续送走后 不带是从 一溜小跑 来到紫辰宫 凤仪见皇后亲临 忙要行礼 被玉娘一把拉住道 臣妾不必多礼 本宫有要事相伤 凤仪对宫女挥手道 尔等退下 遵命 玉娘见宫必退出 忙把宰相上书的内容 及存续的态度 简单叙述一遍 请凤仪帮忙拿个主意 皇后把难题抛给臣妾 令臣妾大伤脑筋 凤仪嘴上甲义埋怨 心中暗喜 玉娘拦取无度 一是出于爱财的本性 二是把大量贪赃之物赠予拼夫 及存续之地身亡李存卧 李存卧年轻俊朗 风流倜傥 见皇后嫂子貌美为尊钱多 乐得财色兼收 跟他坐入水夫妻 书嫂通奸 已是公开的秘密 单瞒着存续而已 玉娘见凤仪皱眉沉思 催促道 皇上和宰相都在等着本宫施舍呢 你快支个招 让我跨过这道坎吧 又喃喃骂道 这般官游子 哪个不是富可敌国 专把眼睛盯着本宫 哼 凭什么要老娘出钱 让你们讨好卖乖做人情啊 办法嘛 倒是有一个 虽说有点跌缝儿 但包管灵验 请陈飞快讲 凤仪凑近玉娘 咬了一阵耳朵 笑着问道 此计可好 绝妙 绝妙 陈飞堪称女诸葛至多兴 皇后夸奖了 凤仪看着玉娘喜滋滋地离去 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这个愚不可及的蠢腹 并急乱投医 竟向被害者求助 简直昏了头 而自己所知的绝招 将是后唐政权丧尸 最后一次自救的良机 昏君妖后的生命 已进入了倒计时 存续和封道等 坐在偏殿闲聊 逢道称赞 皇上从见如流 皇后贤得名礼 真是江山有幸啊 窦炉阁凤城 皇后开府就及 慷慨仁慈 不愧万民之母 卢成随声附和 盛君贤后统长设计 大唐燕能不兴 说笑间 隐隐传来又同提哭声 众人诧异 这时 一个内侍捧着两只金盆 向严四掺着两个小皇子来了 皇子正脱严四的手 扑向存续哭叫 父皇 母后要卖儿臣 可别卖我们呀 向严四阴阳怪气地说 启奏圣上 皇后说了 宫中只剩下这点东西 让宰相拿去卖钱祭君吧 堂堂一代皇后 居然干出如此撒泼耍赖的无耻行径 君臣面面相去 存续夺过金盆摔地 指着严四等怒吼 滚 滚 严四拉着两个皇子 一溜烟地跑了 宰相们吓得瞠目结舌 惊魂斧定 一齐功身 皇上息怒 臣告退 去吧 三个官场老油条修奋交价 出宫后 见到同僚 立即会声晦涩地渲染此事 引得朝野上下 对皇室愈加鄙夷憎憎恨 整个后唐帝国 仿佛一个巨大的火药库 只需一根导火索 便能炸得天崩地裂 三四月正是清皇不接之时 军队欠享多年 士族成建制的恶王 曾被抢去一千多妻女的魏州驻军 首先发难 由指挥使照在里带头发动兵便 问号传来 存续盲派李克用的杨子 天平节度时 李四元前往镇压 不料四元在将士脅迫下 宇威州叛兵会合 向洛阳进发 各地藩阵纷纷举兵响应 叛乱已成燎原之势 不可遏制 京师县于几十万大军和为下 存续心胆剧烈 盲取内府金国犒赏洛阳首成将士 王公吉林换居怕成破后性命难保 捐出大批前国驻响 将士们听说上驻国锦进 献住军前三十万贯 由悲愤难忍 对存续说 皇上赏赐太晚 妻儿早就恶死 我们并不敢待圣恩 时任禁卫军指挥使的郭从谦 使郭崇涛阻止 一向与紧禁不合 对部署慷慨激昂地说 皇上昏庸 赏罚不明 鸡轻鸡重 一个灵人 寸功未利 鸡才百万 位置三功 诸君血战多年 难得温饱 昏君重叛亲礼 大势已去 咱也反了吧 郭从谦原先也是幽灵 便才不在紧禁之下 一番极具煽动性的话语 立刻引起官兵共鸣 气歌影响 从谦率中呐喊着 向存续杀去 混战中 存续门面重剑 血流如注 是为忙把他拂进殿中休息 存续声吟道 朕好渴 快取水来 正忙着十多珠宝逃命的御娘 见是为钱来锁水 却给了一杯烙浆 存续接到烙后 哭道 皇后彻底背叛了朕 这毒妇要置朕于死地啊 朕惜乐无度 就由自取 罢罢罢 死就死罢 古人认为重剑失血过多 饮水可活 饮烙利死 存续升为名将 岂能不知 喝完烙后 果然当场丧命 一些是为工人 怕叛兵侮辱遗体 将破损乐器覆盖尸身上 点火焚化 妙号唐庄宗 御娘与存卧 携带两包 价值连城的珍宝逃亡 中途 存卧被捕下所杀 御娘奔到太原 躲进尼安 被利四元派人绞死 儿子积极逃到渭河边时 与卧他自已身亡 李四元在将士拥戴下 于公元九二六年四月 在洛阳即位 改年号天成 改名为李胆 史称唐明宗 登基第二天 便下旨尽图存续亲族 处死井进 向炎寺等命臣 举国欢腾 大快人心 新君李四元 虽目不示钉 但刚明宽忍 善待臣民 以冯道为首的旧臣 全部保留原职 封赏甚后 朝臣对四元感恩戴德 居院效忠新朝 投机家冯道当年为求自保 收敛锋芒 人皆以为雍诺 视为软脊梁 到了明宗朝 运策立经 闭绝封清 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 因此 兵阁少兮 当年便获封登 四元喜之不尽 功称其为冯先生 群臣心悦成福 百姓亦赞美冯道为真宰相 在政权更迭中 官场变色龙冯道朝梁目尽 前后为官四十余宰 拜相二十余年 师奉五朝八姓十三帝 直到后周是宗朝 仍高居相位 在历史上颇受紫意 欧阳修骂他可谓无连迟疑 不管怎么说 这位五代其人 时朝元老 颇懂无为之道 才干不容置疑 可见世上没有无用的废物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物 冯道久仰臣团的学识道德 在四元前大家余扬 请召臣团入朝辅证 四元对冯道言听计从 当即恩准 臣团来到洛阳 四元与冯道等率朝臣出交迎亚 敬若上宾 武斋后 四元与臣团预愿散步 四元对臣团说 朕穆仙师久矣 特在宫中辟一静视 供仙师清修 有宫女四人 以宫洒扫 望仙师还俗 辅佐我朝 臣团辞道 歇陛下天恩 贫道咸云也鹤 不惯番离 瞻仰天炎后 便要辞驾还山了 四元吃惊道 朕还未及向先师请教呢 无论如何 请多住几日 臣团说 这道可以 陛下承恶扬善 除暴安良 一代人均也 若想龙姬固本 长治久安 贫道愿做勤献 那太好了 请先师快快赐教 庄宗能打天下 却不能治天下 方其圣也 举天下豪杰 莫能与之争 及其衰也 数十灵人困之 身死国灭 陛下知道是何缘由吗 纵情声色 宠信灵患 杀戮大将 自毁长城 说得对 为求美色 竟然抢掠将士妻女 宫中怨气冲天 阴气太重 婚会如此 不枉才怪 而唐太宗李世民 最为人称道的善举 则是三千怨女放出宫 朕明白了 朕立即肇事攻坚 将前朝抢征民女 发给盘缠 遣放出宫 让他们骨肉团聚 陛下圣明 有位名叫柴凤仪的妃嫔 其兄是贫道旧交 也齐请赐还 此女乃庄宗陈飞 既如此 朕交给先师便是 谢陛下 当凤仪来到寺园面前 迎迎下跪谢恩时 一向古井无波的寺园 见其花容名利 经不住新朝震荡 真想把他留在宫中相伴成婚 转念想到自己年过花架 身边有这等油物 岂不要耗损精力 折剑受命 于是命其平身 四掌封后 又命禁卫军用猪轮紧盖车 将陈团奉仪送到柴手里的住所 兄妹就有重逢 悲喜交集 黄有格式之感 晚上 三人在密室 丙烛戏谈 陈团说 井进福朱 此屋是他所赠 以为兄宅 万万住不得 或卖或气 西听军便 小姐原是装宗宠妃 虚访有人寻仇 再说了 财不露白 小姐从宫中带出许多香笼 只怕歹徒算计 你兄妹还是回老家暂毙的好 北归途中 若遇一个驳刺飞雀 名叫郭威 自文重 外号郭雪尔的军事 不可错过 此人乃小姐的真命天子 应下嫁与他 成亲后 你们全家就跟他一起生活 可保无余 凤一问 茫茫人海 何处去寻觅他呢 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与他既有婚姻之分 铁定能遇上 贫道就此别过 要去医馆歇息了 陈团走后 凤一关上门窗 将宫中带出的物品打开 珠被琳琅 晃得手里眼花 脱口而出 啊呀 竟是奇珍一宝啊 小声 锦房隔墙有耳 凤一凑近手里而语 这些珠宝约值四百万两白银 分一半给兄长 日后帮龙儿成就帝王之业 这怎么使的 一妹还是留作庄帘吧 庄帘 五十两白银 就是一个小地主的全部家产 一个县官全年的凤鲁 小妹留二百万两 足够值半十里红庄了 仙师说得对 财不露白 咱把香龙锁上 先回老家 日后来搬取石再卖房 好吧 咱们何时动身 夜长梦多 明天一早 小妹女扮男装 咱悄悄从后门离去 珠宝贴身收藏 金银细软打进包裹备用 天亮后 再估量大车 手里点头称扇 收拾行囊 拂小时分 兄妹二人穿上旧衣 各背一个轻部包袱 斜着柴绒 向北而去 不料刚走出两三里地 天上卫明 突欲暴风骤雨 只得赶紧寻个客栈住了下来 到了傍晚 雨仍兮丽丽下个不停 一家人来到殿堂坐下 正欲点菜 一个衣衫蓝绿的君汉走进店门 凤一剑他红光照体 子物缠身 暗暗撑起 君汉高叫 掌柜的 奢一坛烧刀子 两斤熟牛肉 店主满面韵色 事道 郭雀儿 你欠下的酒钱还少吗 俺这小本经营 奢不起许多 请去别处吧 手里兄妹听的郭雀儿三字 浑身一震 对视一眼 心想天下竟有这等巧事 虽竖其耳朵细听 哎 天降大雨 周围也没其他酒店 请掌柜行个方便 先赦给我 等发了君相 一定还钱 绝不食言 哼 就算你发了君相 又有几文 上月推下月 千年不赖 万年不还 谁信你的鬼话 请吧 一个钱逼死英雄 喊 走就走 凤仪早已瞧见那人脖子上的飞雀 王高喊 壮士请留步 兄台有何见叫 壮士可是姓郭惠威 字文重 外号郭雀儿吗 正是 兄台怎知俺的姓名 说来话长 小弟坐东 带咱边喝边去 萍水相逢 怎好叨扰 岂不闻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多谢兄台 请问尊姓高明婊子 碧姓柴 名首礼 无字 原来是首礼兄 凤仪走到柜台边 问店主 请问掌柜的 那位郭兄欠柜上多少酒钱 二两银子 凤仪从袖中取出一支银钉 足有五两 帝去说 这是偿还郭兄的酒钱 余音替我置办一桌酒席 够吗 够了 太够了 请客官捎带 酒菜马上就到 店主笑得眼睛没了缝 三两银子别说办一桌酒席 办事桌也绰绰有余 忙去后出张罗了 郭威和众人见凤仪 袍袍虎虽旧 却风姿俊雅 出手豪阔 不禁目瞪口呆 凤仪对手里眼色一丢 手里会议 点了饭菜 让伙计送到客房 带着柴蓉离去 不一会儿 冷盘热炒 鸡鸭鱼肉堆了满桌 并送来一壶热茶两坛好酒 凤仪笑吟吟的蒸了一杯酒 递给郭威 闻众兄请 小弟以茶代酒 裴兄痛饮 多谢手里兄 郭威接过酒 一饮而尽 来来来 吃菜 郭威也不客气 大快朵仪 吃饱喝足 忍不住又问凤仪 手里兄怎知在下的姓名 又因何慷慨解囊呢 凤仪俊目四嫂 见时刻散尽 店主在柜台内拨打算盘 伙计去了别处 虽压低声音道 小弟见兄行神奎壮 气宇宣昂 路前落魄 日后必然发迹 愿倾心相交 郭威叹道 封尘中时之己 郭某万分感激 无奈行舟摇山人 家父曾任顺舟刺势 后被乱兵所杀 自幼父母双亡 依靠一母长大 十八岁从军 一只须沉下辽 今为马不军事 原来文仲兄也是官患之后 师敬师敬 小弟是行舟龙岗人 与兄是大同乡 树小弟唐突 不知兄长可曾取嫂 我一个小族 自身都养不活 哪有余力娶妻生子 舍妹奉一心寡 若不嫌弃 愿结思罗 嫁娶之费皆由小弟承担 什么柴凤仪 是否宠贯六宫的陈妃娘娘 正是 余兄普柳庸才 得配功为贵人 平生之姓也 只是委屈令妹了 令妹肯答应这门亲事吗 凤仪低声道 不瞒众文兄 刚才冒家兄之名 我急凤仪也 只因出门在外 顾乔庄改扮男儿 啊 原来你就是凤仪 太好了 小点声 凤仪从袖中取出一定黄金 一定白银 把金钉递去 这十两黄金 赠你购买官服 又招手换店主 掌柜 快来 店主忙走了过来 笑吟吟的问 客官有何吩咐 郭兄与社妹联姻 请掌柜收拾三间上房为洞房 张灯结彩 安排婚宴 需要多少银两 只管严明 并请掌柜充当月老 为二人主婚 这十两白银 全做伐科之境 此等美事 小可乐于效劳 怎当如此重赏 恭敬不如从命 请掌柜修复了柴某美意 好好好 我收下 这样吧 洞房花竹和喜酒之费全免了 不行 婚姻大事 岂能如此签并减省 虽在客居 无需铺张 礼仪却不可费 这样吧 柴某再赋银二十两 三天后成婚 一切由掌柜安排 那感情好 包在小可身上 并为你们举办一个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的婚礼 三天后 婚礼如期举行 郭威邀请了上司及同营弟兄五六十人 手里便请住店客人 共摆下十多桌盛宴 喜庆非凡 宾主谈笑风生 敬欢而散 耕骨出敲 微醺的郭威步入洞房 轻轻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只见他雪敷花颜 带绿鸭青 好一位倾国家力 顿时心神俱罪 双膝一软 跪倒床前 也不说话 只呆呆注视心腹 奉一剑新郎 乌靴红袍 神采奕奕 与钱相比 叛若两人 心想 真是人靠衣裳 马靠安呀 不由扑斥一笑 将他扶起说 扶期间何必多礼 你且坐下叙话 郭威坐在床檐上 握着娇妻的柔体 颤声道 娘子翘若春眉战雪 亮如霞应成堂 郭某何得何能 高攀娘子 郭家祖坟上冒清烟了 你我一见如故 溯源非浅 理应推心致富 护诉中常 那是自然 于是 奉一便将身世细数一变 七道 切不能为君家 待遇后四 扶君可以别去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娘子说哪里话来 人生贵之心 其实 或惜福惜 娘子受邀后枪害 无法生育 胭脂不是姓氏 即使生下孩儿 必为刀下之鬼 娘子一难全身而退 娘子慧眼识英雄 与我结下旷世奇缘 为宝娘子大恩 卓夫终身不二去 愿收令职为养子 日后躺能显贵 绝路由他继承 多谢夫君 卓夫的经历也很奇异 据说出生时赤光照世 有生如炉炭之烈 星火四蹦 又年欲一位自称扶妖子的道士 替我右相刺个雀儿 左相刺几根道骨 说 若要富贵族 直带雀贤骨 哎呀 那倒是扶妖子 就是臣团啊 三年前 我君驻扎进祠 附近有个姓吴的父户 婢女家娘被妖怪所迷 行为像鬼 但能说人话 常乱丢砖头瓦片 人们不敢从那里经过 我路过吴家时 啥事都没有 带我走后 鬼又作祟 多次如此 有人问鬼 为什么见了郭威就安分 鬼回答 那是大人 凤一插嘴 圣天子百神呵护 妖妹燕能为祸 你接着说 是 还有一次 鹰房倒塌 同住的人都砸死了 我却毫发未伤 太原有个尼姑通灵 说我头顶上有肉脚 将成天下之主 好多人看见我白天睡觉时 有五色小蛇出路鼻孔 都非常惊恶 太好了 诸多灵异表明夫君国有帝王之相 一些称王称霸者出身卑下 朱温王剑是流氓 李存旭是沙陀人 李四元连字都不识 而夫君书香门第 文武全才 更应开创万事基业 祝夫君天高鹏赤剑 海阔龙兹雄 谢娘子激励 咱俩做一对龙凤夫妻 卓夫若能风云际会 君临天下 一定册封娘子为皇后 臣妾谢恩 凤仪脸容下拜 郭威哈哈大笑 抱起新娘 放到床上 两人情欢一掐 共享雨水之乐 次日 凤仪夫妇与首理商量后 打消了回元吉的念头 暂居吕社 首理故人去旧宅将财物搬月一空 把房屋家具建价出售 随即在洛阳令泽吉地 重建家园 新居占地百余亩 购亭住管 瓜池叠山 植树栽花 所费巨外 自幼孤贫的郭威不斥一步登天 筑高堂华屋 穿绫罗绸缎 石山珍海卫 半清国家历 但郭威在富贵温柔乡中 更加奋发图强 公务之余 不是阎毒地范孙子兵法 捆外春秋等政论兵书 便是与铜袍骑马射箭 或交柴戎拳拳脚武艺 奉仪不愧贤内住 为了成就郭威帝业 一致千金 毫不吝啬 郭威用大把金钱铺路 贿赂上司 笼络同僚 阶级不数 人皆愿为其孝司 由此清云直上 公元947年 因协助刘之远建立厚瀚 功劳卓著 官拜书密使 简孝司徒监事中 郭威执掌全国兵权后 国库空虚 军费没有着落 打算增加赋税 套赏将士 奉一劝见道 夫君未买军心 盘剥百姓 却丧失了民心 这样拆东墙 补西墙 岂非得不偿失 且恳请夫君 不要连取民财 奈何府库空解 无钱发放军饷 只能出此下策 且有一些思绪 卢树取出驻军吧 奉一将珠宝变卖后 得钱一百多万贯 全部赏军 将士无不感激 郭威更是感动 不久 奉一并故 郭威痛失之音 贤妻 万分悲道 发誓不再续贤 只纳了三个小妾 生下两个儿子 此前 柴蓉娶妻流氏 有了儿女 两家同住京都汴梁 刘之远在位仅一年 依照命郭威 苏逢吉 杨斌使洪照辅佐 新军刘成佑 史称汉尹帝 刘成佑十八岁即位 缺乏治国经验 和平衡各方势力的裁略 不能驾驭群臣为己所用 反而卷入朝廷争斗 被郭威的政敌 奸臣苏逢吉利用 把最有才干的郭威 排挤出京 将任魏州留守 三年后 刘成佑与苏逢吉合谋 暗杀大臣杨斌使洪照 禁灭其族 又将郭威柴蓉 在汴梁的眷属全部杀死 财产充公 并密遣使者 前往杀戮镇守魏州的郭威柴蓉 郭威闻去 赵珠将哭诉自己的遭遇 已进入将士 然后率大军长驱汴梁 刘成佑下令禁军出城征讨 不料刚一交锋 便窥不成军 成佑被乱兵射死 郭威入城 太后李氏临朝听政 告立刘之远的杨子刘云继位 升郭威为坚国 朝政皆决于坚国 不久 郭威统军北上抵抗汽丹 到达禅州时 将士华辩 高呼 始终当为天子 刘云不该继位 把黄旗撕裂 劈到郭威身上 全冲黄袍 万岁之声四起 郭威半推半就 大军返回汴梁 李太后明白后汉气数已尽 将士对统帅的忠诚度 远远高于皇帝 主动将玉玺及所有国宝交出 下告上位郭威 将刘云为湘英宫 十亿三千户 刘云只好搬往外馆 做湘英宫去了 公元951年正月初五 郭威身穿龙袍 在崇元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定国号为周 改年号为广顺元年 史称周太祖 尊丽太后为昭圣皇太后 迁居太平宫 追风奉仪为圣母皇后 丽阳子柴戎为皇储 广顺三年 郭威殷戎马生涯数十载 成科不起 显得元年驾崩 柴戎既帝位 氏为氏宗 其结发夫人刘氏早已遇害 遂策立即是福英英为皇后 子柴宗训为梁王 提起福英英 也非寻常女流 祖父福存审是后唐大将宰相 赐姓李氏 父亲福燕青 曾任后晋天雄军节度时 魏王 福燕青曾仲金言请陈团 为全家人看向 陈团见了福英英说 此女贵不可言 这话被早就有意志的 厚汉大将军李守珍听到了 就让儿子李崇逊娶了福英英 厚汉前有年间 李守珍聚合中反叛 统军大将疏密使郭威率军讨拔 即呈现 李氏父子未免遭阶下囚之辱 在自杀前 先杀妻儿 李崇逊将弟妹砍倒 举刀寻觅妻子 莺莺见识不妙 躲在一处屏风后 慌乱之际 李崇逊仓皇自吻 郭威与福燕青是莫逆之交 找到福莺莺 收为一女 两个老友一和计 将莺莺许配柴荣 结为儿女庆家 柴荣见莺莺封一秀正 举止温婉 喜不自胜 几年后 柴荣登基 莺莺封后 正如陈团所说的贵不可言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颇能刺激野心家 秦汉之际 星象家许富给博士女项面 说 此女乃生天子之相 魏王威豹娶了她后 以为能当皇帝 结果兵败被刘邦杀头 刘邦纳了博士后 生了一个男娃 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衡 无独有偶 敬武帝的皇后杨燕 也是如此 像是说她后当大贵 曹魏大将军司马昭正想篡位 便那样是为儿媳 结果儿子司马炎 果真当了开国皇帝 至此 臣团的预言一一应验 郭威将皇伟传给内侄 也是中国帝王谱系中 空前绝后的传奇 可惜英英虽贵为皇后 却寿命短促 后周显得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并逝于汴梁资得殿 年仅二十六岁 柴戎再次丧妻 极为悲伤 给皇后上世号宣逸 葬于新政 明义灵 柴戎兹兼文武 登位后 雄资应发 有感于一百多年的民生凋敝 社会动荡 边将拥兵自重 决心将又使改良社会弊端的宏愿 付诸实施 堆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减免科捐杂税 减轻百姓负义负担 供奉官孙延熙都一时残酷压榨民工 民工用瓦片当饭碗 用树枝当筷子 柴戎闻熙大怒 当即下令将其处死 状元宰相王谱终于指寿 秦政爱民 凤凰命重新规划修建汴梁 让诗传已久的礼乐曲谱重建天日 为巩固后洲政权 进行文化建设 做出巨大贡献 不幸积劳成吉 英年早逝 柴戎痛失古功之臣 清临吊焰 几次哭晕过去 堆外则马不停蹄 御驾亲征 众所周知 战争打第一是钱梁 拼的是实力 长期用兵 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做支撑 中原一向是战乱的重灾区 负责筹集运输粮草 资重 兵员的首府逢到捉襟剑肘 力不从心 向柴戎奏请陈团下山 唯以重任 想借助他解决财政困难 柴戎年幼时 就常听父亲和姑母 谈论陈团的奇闻一事 街道奏章郑重下怀 将指华州刺史 命他亲自带人护送陈团赴经 陈团到宫中后 柴戎特意把父亲请来与之会晤 谈起前尘往事 不胜感慨 柴戎对陈团说 国用匮乏 还请先师赐教黄白之术 陈团从容达到 皇上身为天子 应把治理天下挂念心中 贫道一介草民 修行深山 自奉甚解 不向僧尼富贵安事 和尚怀信作 是门自尽路中道 至于逍遥广煞 故步方阴 体安清软 身居贤义 星光未淡 实力之经传已尘 日采方中 三德之真修总翠 不知乐祸之顿弊 不识鼎任之取劳 皇上缺钱 应向父僧所取 却要贫道传授什么黄白之术 岂非圆木求鱼 柴戎闻听自然不悦 但也佩服陈团的胆识 任命他为建议大夫 陈团之道周作短暂 故辞不受 柴戎只好赐号为白云先生 赠博五十匹 茶叶三十斤 北宋代周后 宋太祖赵匡印 太宗赵光义 居下赵承邀 臣团入朝为官 都被他婉言谢绝 算来臣团被四朝皇帝征兆 四次辞官不救 真是天子不得臣 王侯不得有 绝品的高人 直到宋太宗端拱二年 七月二十二日 魂归道山 享年一百一十八岁 据柴戎之死已三十年了 柴手李鸿于宋太祖前德五年 比儿子晚死了九年 臣团对僧尼的讽刺和敌意 使柴戎心中豁然开朗 作为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 有着天然的鸿沟 为争夺信众资源 两大教派冲突激烈 一直互接弊端 互相排斥 互相打压 互相攻击 倒是贬义佛教宣扬的前世今生 因果报应是愚弄人们 和尚指责道教推崇的修仙炼丹 画幅念咒是胡编乱造 莫然 他又想起父亲多次所痛述的血泪史 当年 井进夺宅为寺 逼死慈母 不由燃起万丈怒火 下决心灭佛 先与几个宰相商议 得到大力支持后 更有底气了 四日早朝 按照预定方案 逢道首先出班 奏道 陛下 臣有本上奏 老爱卿请讲 战乱纷繁 百姓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国内早已裁员枯竭 兵员枯竭 更因同财紧缺 大闹前荒 而佛寺日多 僧民日重 这些渡虫不耕而食 不知而依 不纳赋税 不服兵役劳役 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 为了大洲的江山设计 老臣请求陛下立即颁旨取缔事教 回佛筑前 准奏 从今日起 便由爱卿主持灭佛具体事项 众臣闻言惊诧 纷纷交头接耳 有人叫道 什么 毁佛筑前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亵渎佛祖 就是亵渎上仓 恐怕天降其灾 还望陛下三思 柴荣怒道 一派胡言 梁武帝消掩 字号三宝奴 四次舍身 同太寺 游群臣花了四亿钱赎金送给寺庙 把朝政缴得昏暗不堪 引来长达四年的侯景之乱 结果被困台成 活活饿死 再说了 世教来自西域 按照教义 僧吕应以启食为生 事实却大相径庭 僧你有政治庇护 信徒奉献 庄园越州跨县 他们有什么功劳 凭什么坐享其成 绝不能再让他们养尊处优了 旷前朝早有灭佛先例 逢道连忙帮腔 陛下所言极是 南北朝时 梁朝有寺庙两千余座 僧尼八万人 北齐北州两地合计 有寺庙四万余座 僧尼三百万人 如此惊人的数字 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国力 和人民忍受的极限 虽爆发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 拓跋涛的太平真军七年 拓跋涛经过长安一座佛寺 发现厨房里有酒肉 仓库藏匿许多兵器 财宝 低窖里关押共僧人 淫乐的妇女 诺儿下令杀尽全国僧侣 烧毁所有四舍经象 严禁民众信佛 第二次灭佛 在北州五帝宇文雍建德三年 共有四万座庙宇废寺为宅 三百万僧尼环俗为民 身强力壮的充实军队 第三次在唐武宗李延会昌五年 根据宰相李德玉的奏书 发布灭佛诏书 全国共毁寺院四万六千余所 僧尼还俗二十余万人 没收土地几千万请 收缴的铜像 中庆送归盐铁使筑前 铁佛由各州收缴 铸造农具 老臣认为 为国济民生 灭佛已是在必行 有个名叫于春的大臣 项与冯道正见不合 博道 冯大人言之差矣 佛事就是主 慈悲为怀 施恩不道 取消佛教 此后难道不怕下阿比地狱吗 柴荣见于春又跟冯道唱反调 即使怒目 赤道 于春 你竟敢指桑骂怀 诅咒任何宰相都要下阿比地狱吗 于春忙贵道 微臣哪有此意 陛下明察 明察 你表面是向冯丞相发难 矛头指的却是朕 只要立国立民 朕何惧下地狱 你为一己私怨 治军国大计于不顾 要你何用 来人 把逆臣推出斩了 群臣相顾骇然 冯道忙对御林军摆手 大叫且慢 跪地劝谏 陛下息怒 灭佛是大事 难免有人对毁佛筑前心存疑虑 千万不可为几句争议诸禄大臣 请涉了于大人吧 朝臣见冯道如此宽宏大量 非但没在政敌倒霉时 落井下石 反为之开脱求情 感动之下 滑得跪倒了一大片 一口铜声道 陛下息怒 臣等赞成灭佛 请涉了于大人 柴蓉就泼下驴 说 重倾情起 又对于春力声道 于春 看在诸位爱卿为你求情的份上 孤饶这回 日后再敢逆天行事 定要取而守急 于春盲寇道 歇陛下不杀之恩 醉臣再也不敢了 柴蓉矮声道 起来吧 还不快谢过冯丞相与各位大臣 差点伸手易处的于春 诚恳地向冯道和群臣拱手致谢 又对柴蓉说 陛下 微臣有肺腑之言 不吐不快 讲 陛下神武睿智 灭佛却为兴力除弊 拯救生灵之举 微臣也知道 唐武宗发布的废佛诏书一下 等不及钦差出京 各地的老百姓就自发行动起来 拆毁原先朝廷赐明的寺院 释放奴婢十五万人 每个奴婢还分到一百亩田地呢 灭佛对禅林僧尼而言 是法男 对天下苍生而言 是大姓 只怪微臣小肚鸡肠 因与冯阁老不目 明知灭佛是善举 仍被其行事 以赐费功 罪在不赦 请陛下责罚 这还差不多 于爱卿之错就改 山莫大焰 还望众卿为父国强兵 隔壁顶心而精诚团结 万众一心 皇上圣明 陈遵旨 朕再问一次 众卿对逢丞相的灭佛主张 还有意义吗 没有了 请皇上前纲读断 陈复义 陈复义 没有就好 朕也放心了 一场风波煞时平息 柴戎为灭佛王霸并佣 本为奸施 杀鸡儆猴 一剑双雕 吓得满朝文武面如土色 只好为心赞成 同时暗中也吃笑于春毫无操受 变脸之快 赛过幽灵 真是聪明不过天子 灵力不过大臣 官场变色龙幼 何止于春一人 显得二年 柴戎般 发破佛令 非朝廷特许的寺院 一律废除 大部分僧尼逼令还俗 民间之同佛像 中庆等法器一律销毁 现五十天内 由官府收买住前 私藏筒五金以上 不纳官者处死 共回去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 还俗僧尼近百万 当时镇州有一尊 同住官世音菩萨 即为灵验 无人敢去毁损 柴戎亲自前往 用符砍破了 观音同向的脸部和胸部 并对群臣说 佛祖普度众生 舍身似虎 以身世为妄 以利人为己 使真身尚在 苟利于世 犹豫割结 旷子铃铛 其有所息灾 柴戎大力整顿刚技 挑战神拳 通过毁佛筑前 众多僧尼还俗 充实了国库和军队 岁领兵南征北讨 拉开统一中国的序幕 成为五代十国时期 最有作为的英主 显得六年五月二日 柴戎在北征途中 胸部突发拥居 回到开封 六月十八日病逝 享年三十九岁 真是出师未结身先死 尝使英雄泪满金 但许多被逼还俗的僧人 却幸灾乐祸 趁机污蔑 他是不敬菩萨的报应 已发泄心中的怨恨 柴戎所著的铜钱 为周元通宝 是五代时期 驻行最多 质量最好的铜钱 民间传说 用以补饰货焰 配之能得到神灵保佑 须病狼灾 明卧周亮宫的 殷树乌书引记载 某年某地瘧疾流行 人们发现 反手持周元通宝的人 往往不治而遇 于是纷纷仿效 温义就此备恶 该书还说 孕妇卧周元通宝 可顺利生产 清乾隆时王间的 秋灯丛画中提及 清顺质地的皇后体弱多病 觅得民间偏方 手持一枚金光闪闪的周元通宝 坐卧不离 身体尽其既般康复 连御医也称探其要用价值 消息不进而走 周元通宝更显珍贵 身价都涨一千多倍 成了很多人的护身符 认为佩戴此前能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甚至飘扬过海 传到日本和越南 该前在一国他乡也被视为圣物 两国都曾仿制过周元通宝 种种奇效 不一而足 使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